先打个预法针 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已经把无法量化视觉化的个人谈吐 走路体态以及高矮胖瘦的一些主观条件完全都剔除 嗨,我是韦若妮 今天这集不讲雷区 但我们还是针对普罗大众广大的亚洲成年男性做一些基本穿搭的分享 前几天在美国一个分享男装穿搭的YouTuber在他的影片里面提到 男装的基本穿搭主要有三个C 休闲、舒适以及优雅 我认同他的整体概念以及逻辑 但今天针对亚洲成年男性 我要把他的优雅这个C改成经典的C Classic 对于平常没有在研究穿搭的成年亚洲男性来讲 我觉得讲优雅还有一点点遥远 放眼东方或者是西方时尚世界里面 男装的款式本来就远远不及女装的千变万化以及精彩 撇开走秀季节性的流行款式 完整男装整体造型不外乎就是两个选项 上衣配上短裤以及上衣配上长裤 今天我们将聚焦在最重要的颜色组合以及比例调整 男装的整体造型通常只有上衣裤子以及鞋子做出来的整体造型 容易显得单薄特别在夏天 这个时候用对的色搭做出好的层次感就非常重要 不论男生或女生 从头到脚的颜色包括鞋子包包不要超过三个颜色 关于服装色搭没有标准的答案 选项也白白重 但讲到经典安全不会出错 没有流行性永远不会退流行 大概已经可以剃掉很多种 男装的经典色搭组合 你基本上可以把它分为两大类 单色调以及对比色 在单色调的色搭组合上 又可以被细分为两种方式 听到这里或许有些人正在纳闷 既然讲的是单色调 为什么又有色搭组合 第一个 同样彩度的同一色调 用不同厚薄的材质做出层次感 第二个 同色异调 在同一个色块上面 不同彩度的深浅组合 深绿到浅绿 深咖啡到浅咖啡 深蓝到浅蓝 这边指的彩度等于颜色的饱和度 彩度越高颜色越鲜艳 第二大类就是对比色的色搭组合 在低调奢华牙皮风入门篇里面 我们只跟大家推荐低彩度的对比色搭 对比色搭组合里面 还有高彩度对比色搭 就是饱和度很正的两个对比色 在这一大类对比的色搭里面 不管你是低彩度 或者是高彩度的对比色搭 都需要第三个颜色来完成整体造型 在两个彩度比较低的颜色搭配上一个彩度比较高的颜色 的重点是这个彩度高的颜色的视觉范围不要大 通常是小范围的比方说饰品包包或者是鞋子 这种黄色白色加上一个绿色 黑色白色配搭一个粉色系的腰带 在高彩度的颜色对比组合上 建议加一件低彩度或是五彩度的单品或款式 来缓冲平衡整个视觉冲击 白色米色或是浅灰色的鞋子T恤都是很好的选项 比方说红配绿中间加一个灰 绿色黄色再加一个白色 由于可以强化或淡化深肤色的特性 高彩度的对比色或是霓虹色系 多半适合黑人族群或者是有着健康小麦肤色的族群 成年的亚洲男性即便是西方的白人 你都很少看到有高彩度的对比色搭 或者是霓虹色的运用 由于亚洲人的肤色叫黄 如果你真的想尝试高彩度的衣服 个人觉得正绿色正蓝色都是不错的选择 大红大紫这两个颜色是比较偏洁庆类的高彩度颜色 特别对气质的要求也极高 黄色系跟橘色系 虽然属于正能量偏开心的高彩度的两个色系 但容易让亚洲人的黄皮肤更加辣黄 而且如果你不想跟计程车撞衫 那就不要考虑黄色 千万不要以为经典的黑白配 是最容易不会出错的色搭 特别在亚洲的成年男性上 全身黑色配搭一双有质感的小白鞋 是近十年来在欧美 不论是好莱坞明星 或者是体坛名人身上 最常看到的一个不会出错有质感的颜色色搭 包括巴黎奥运闭幕式上面 开场的合唱团成员 以及管弦乐团身上穿的 都是全身黑配搭一双小白鞋 帅 相反 我们能不能够穿着全身白色 配搭一双黑色的球鞋呢? 不是不可以 但如果跟全身黑加上 一双小白鞋相比 那简直是天壤地别 在亚洲地区我看到许多男性 在求学颜色的选项很喜欢选择 深色特别是黑色的球鞋 但我真的个人真的建议 如果你是坐在办公室的白领上班族 或者是没有从事任何 劳动工作的族群 不要尝试黑色的球鞋 基于实用 比较不需要打理 然后乍听之下 算是百搭的黑色球鞋 坦白讲 其实直观上面 会连接到很多工作的族群 比方说保全建筑工地的工人 在厨房工作的劳动族群 除了搭配正装西裤的皮鞋 男生在鞋款上面 要体现休闲以及舒适 无非是两大类鞋款 Lofet以及球鞋 哦 不对 是三大类 Lofet球鞋以及凉鞋 乐福鞋 鸡皮最软 牛皮羊皮次肢 各位亚洲的成年男性们 炎炎夏日 我知道不容易 但如果你对你的整体造型 有一点点追求 麻烦请不要尝试 塑胶类的人质拖 以及厚底的平底拖鞋 可以用比较有质感的 博肯鞋 或者是大地色系的乐福鞋 取而代之 只要是拖鞋 特别是塑胶材质的拖鞋 绝对很容易成为 压垮你整体造型的 最后一根稻草 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集见